湖南鱼塘京县水中巨物 2万条鱼苗被吃的所剩无几 甚至还敢袭击鱼船 害得堂主一个星期内赔了好几万 请村民抽干糖水后 竟然露出 是何方神圣 他们又是怎么到了鱼塘中的呢? 家住湖南省楼底市的成大哥 前段时间遇上了一件糟心的事 今年开春 成大哥动用了家里的二手 为了让自己的鱼塘顺利运转 成大哥前前后后花费了不少心思 除了不少苦力 还专门多花了几万块 买了2万条鱼苗 投到了鱼塘之中 一切准备就续之后 成大哥的鱼塘算是搞了起来 可就在成大哥等着享受鱼塘回馈的收入之时 一个奇怪的情况随之发生 原来从成大哥鱼塘开业以来 陆陆续续有钓鱼爱好者前来花钱钓鱼 但前来钓鱼的顾客却纷纷找成大哥反馈 说鱼塘中根本没啥鱼要求退钱 前两天成大哥还没有在意 毕竟钓鱼这个事 技术和经验很重要 因此成大哥认为 这几名钓鱼客户完全就是自己技术不行 并没有怀疑是自己鱼塘的问题 但渐渐的 前来找成大哥退钱的客户越来越多 三人成虎 成大哥也在反思 难不成自己的鱼塘 不上来吧 别说还真让成大哥猜中了 湖南一深水鱼塘惊现神秘巨物 一个礼拜吃光两万条鱼苗 村民花了五天五夜抽干潭水后 竟然发现两个160斤的大货 因为自己的鱼塘中压根没鱼的消息传出 都听说了这个事儿 人气越来越差 成大哥非常委屈 鱼塘中又怎么会没有鱼呢 成大哥不信邪亲自来到了鱼塘边观察 确实没发现鱼儿的影子 刚刚把鱼苗投入鱼塘的那几天 鱼儿成群活跃 这几天是怎么了 成大哥考虑 难不成是自己的鱼苗全死了 可成大哥转念一想 觉得那也不对 如果鱼苗大量死去的话 鱼塘水面上肯定到处都是翻着白肚皮的死鱼 可现在放眼望去水面上没有任何一场 成大哥划着小船 打算去鱼塘中心看看情况 可小船还没划出多远 水下突然传来一种怪异的动静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 从小船下方一跃而过 带动的波浪 差点把成大哥乘舵的小船掀翻 这水里肯定有水怪 这是成大哥脑海中第一时间闪过的念头 于是赶紧划着小船回到了岸边 事后 成大哥请来了几位养鱼的亲戚 询问了人家的意见 几名亲戚一致认为 想要搞清楚水里边到底有啥怪物 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抽干鱼塘里的水 湖南鱼塘惊现神秘巨物 吃光两万条鱼苗不说 还敢袭击鱼民的小船 村民花五天五夜抽干潭水 竟抓到两条160斤大货 看着成大哥的鱼塘刚刚开业 就被水怪搞了一波 亲戚们决定义务给成大哥帮忙 第二天的鱼塘们带来了三台大功率抽水机 发动玛丽一连抽了五天五夜 才将糖水抽了个差不多 眼看几位养鱼 露出了真容 几位养鱼 重 鱼 两条鱼的重量都超过了160斤 体长也超过了两米 是两条实打实的大家伙 看到这一幕 鱼塘中鱼苗消逝也就不足为奇了 敢鱼是他们的学术名字 民间百姓更喜欢把这种大鱼叫做水老虎 因为敢鱼体型巨大 虽然是淡水鱼 但脾气暴躁 在淡水界几乎无鱼能敌 可以说是玉神杀神 玉佛杀佛 水老虎的称号正是由此得来 这么大的个头 别说两条 就是一条进入鱼塘 鱼塘的结果都好不了 是已至此 程大哥回忆起来 上个月暴雨红烙 周围几条河都出现了洪水泛滥的情况 肯定是 在了鱼塘 在了鱼塘